天梯對戰 一支影片喔就是西班牙的傳教士 那這一把Velace也會出傳教士 不過他的打法 呃我把他稱之為 西班牙傳教士的威力加強版 那這一把Nikov是保加利亞 那我昨天大概是 轉播比賽結束之後 然後就躺著看Nikov的直播 然後看著看著就看到這一場 然後我就 一直在深思 那個西班牙傳教士 以及怎麼對抗西班牙傳教士 喔我在這幾次錄製影片 我也一直在想這件事情 然後剛好看到了這一場 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對局 那順帶一提 其實Velace不只是這一場 他在過去一兩天 也有打出類似的傳教士套路 我印象中是對上 丹麥選手 空給 然後他也是用西班牙 好像是打葡萄牙吧 然後也是用傳教士 然後算是層出就直接秒殺對手了 那Velace這一盤的傳教士已經講給大家聽了 所以 算是比較偏講解的局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好 尼克爾夫這裡是地形不錯 順帶一提這個圖是符文石群 比較好圍 尼克爾夫在後面推路 那蠻多玩家是看到是符文石群加路是在後置位的話 就不會去推 可以封劍直接拉村門上去吃 那尼克爾夫還是先推路 Velace這裡是西班牙 那我還是會以第一次看比賽的角度做講解 第一次在看的時候 尼克爾夫他對上西班牙 如果讓他跳成功的話 犧牲在層出 還是具備非常大的威懾力 那尼克爾夫這邊是出 軍營 軍營開再來轉這個末房 那他本身是保加利亞 保加利亞的民兵器是免費升級上去的 所以 打民兵基本上是保加利亞常見的手段 那大家可以看到他這邊跟Yurojacket是打出一樣的配置 那YJ的師傅是尼克夫 大家應該在我頻道長期收看影片的觀眾朋友們應該知道 他們的東西都蠻像的 那也不是說只有他們兩個會啦 這個很多頂尖玩家都會 那尼克夫這邊是 軍營之後順帶挖一趟金 帶回來剛好是50 這部分 有一種賦與此的概念 因為我最近才錄那個 YJ的緬甸片 那他在那一局裡面也有打出一樣的這種感覺 好 尼克爾夫這邊是三名兵過來做一波壓制 順便看一下西班牙是否是打一個黑跳紙 或者是直接死圍的打法 那 那Villace目前是 並沒有 Villace這裡沒有 這邊不小心被TC射一下 好 明兵這邊比較可惜一點點 好 好 那尼克夫沒有持續去找木區 直接在這邊砍 當然原因也是因為 芬蘭機器人基本上遇到民兵局 不會亂 然後要圍的話也是很快就圍起來 加上符文石群 不用去對抗這個漏洞帝國 那大家可以看到剛剛Villace他有先點 本來要想要先點個支部 但是他取消了 他轉這個民兵 他轉這個民兵 對於自己的操作是非常有自信 那當然我在最近轉播比賽有跟大家提到說 不管怎麼樣我們新手 黑暗時代要升級封建之前 點支部是比較推進的 盡量不要去偷 不然會像那個黑森林團戰 民幼的有一局就是 偷了支部結果被殺了兩三尊 比較可惜一點 好那我們這邊稍微快轉一下 這邊一直挺挺挺挺的 那西班牙的石頭是在一個後置位 跟一個前置位 那如果真的要打西針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的 好26村對上23 開始撒田 那Villace這裏是出了民兵之後 三棒棒之後 一樣撒田 沒有要升級上去的意思 28村踩點 重建 然後開始做思維 其實我覺得符文石群這張圖 譬如說像柏根蒂 然後西班牙 一些蒙古之類的 我覺得其實也蠻強的 因為符文石群真的有時候圖 真的太好圍的關係 很容易直接黑跳紙上去 還有譬如說賽爾特 黑跳紙直接 晃一波在你臉上 我覺得這幾個文明在 在阿拉伯可能沒有那麼強 可是在 文石群就 不好說了 那尼可夫這邊 一上封建 他大量撒田 他並沒有像我們一般新手 會去開什麼 比如說馬舊 或是第一時間下射箭場 那他這邊的策略就是 我要趕快追上 Velais的城堡時代 因為對手是一個 晚升級上來的 一條池 他這邊已經是二十七村 可是已經有十一片田 大家可以看到他現在沒有任何的 馬舊跟射箭場 而且馬上要接黃金 這是我第一次在看這場 其實就是幾個小時前 現在是 4月13號的早上 這場 天梯對戰內容好像是 4個小時之前 非常新的一局 我本來又想要做Velais的另外一場 好像是前天打出來的 也是傳教士 不過那一場 風給沒有夾住 所以我就一直在 最近一直在思考 這個傳教士到底怎麼打 好 那這邊 大家可以看到 這真的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這邊有裝甲步兵 Velais維持 那大家可以看到 Velais他是賣掉石頭 賣掉石頭 他並不是打西針 而且他是 二十八村升級上來 但是他有出三明兵的關係 拖到經濟 沒辦法直接 正常的不賣石頭 黑跳石 他把石頭賣掉了 我們這邊稍微快轉一下 Anikov出了一個射箭場 等一下 預期可能是打一個 馬攻對抗吸增 或者是西班牙第二套 比較常見的 比如說是騎士 但Velais並沒有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邊是單伐木 然後黃金在側 翻藍機器人的配置真的是很穩 講話也像機器人 兩個射箭場 這邊開始開圍 開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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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Velais上來 直接是兩個修道院 兩個修道院 尼可夫這邊出了幾隻毛兵過來 來做牽制 順便想要看看 Velais是打什麼 那如果是出吸增的話 反正這些毛兵等一下也可以升級上來 轉戰毛 打吸增 然後後面可以出這個馬攻去做對抗 然後Velais馬上補了一個馬修 這一個馬修其實很關鍵 很關鍵 現在大家要看一下這個傳教師 現在的機器是30滴血 7點遠程招翔距離 然後現在補一個馬修 好我們這邊稍微快轉一下喔 尼可夫上來是TC 這邊是一個傳教師 那大家可以看到 release這裏點了什麼 品種 50滴血先加20滴血 再來是宗教狂熱跟神聖思想 我們等一下可以看到這個 傳教師 真的是威力加強版喔 好65滴血 他具備了跑速 也具備了生命值 現在乘出他有65滴血 非常之噁心 然後三個 不道遠 他不只是會翁 他還會飆車 他明明就是騎驢子 這Velais最近在打這個西班牙的局 已經好像有三場是長這樣 他的驢子會飆車 時速100 腿明明就這麼短 腿明明就這麼短 然後他這樣子這樣再招 那現在 呃 尼扣服是轉 戰錨 然後也有馬功 那尼可夫 這一盤 其實用戰錨跟馬功去打 傳教師都是ok的 但是他現在沒有上 譬如說這個沒有馬就 跑速不夠 或者是沒有彈道學 打不到這個傳教師 血量太多 然後這邊直接吹起來 很誇張啊 應該是三個修道院 那昨天出的片 BBB是打出一個四個修道院 不過我認為 Velais的這個加馬就 層出直接有馬就 把品種點出來 把神聖思想跟宗教狂熱 點出來的傳教師打法 真的是一個威力加強 那尼可夫這邊是轉一個4TC 想要用防守流來去守這個傳教師 畢竟這個傳教師 頂多就是招翔嘛 沒辦法扛著TC 直接打掛尼可夫 那尼可夫這裏保加利亞 出一個4TC Velais在城堡第一波 透過這個強力的傳教師 以及科技 該有的都有的情況下 好 打掛了尼可夫的陣容 那尼可夫果斷是不想要 直接對抗這個傳教師 做一個陰類的防守 那剛好這一盤 是保加利亞可以做陰類防守 不然 正常來說 一般的局 譬如說你是 兇人或者是 防守比較弱的 你可能硬要出馬功 或是戰馬 或者是肉馬 但是現在這個跑速滑溜溜的 出肉馬可能不是一個最好 處理的安慰 那我個人在 最近錄製這個西班牙局的傳教師 的這種內容時 還有看好幾場傳教師的內容時 我最近在思考 這個傳教師可能不要用肉馬打會比較好 盡可能用戰馬或者是馬功 這邊救贖思想點出來之後 尼可夫被迫射箭場全部都要低調 還有軍營都低調 尼可夫為了要防守自己的家 買了一些石頭 插了很多的銀類 大量在挖石 分明術是大量領先 50對70 看尼可夫可不可以夾住 美類斯插了一個前翅堡 控住這個金 想要控住這個主金 現在地圖上的傳教師有18隻 但是一樣他都沒有在管任何的聖物 然後出了一般的僧侶去撿 那大家可以看到 一般的僧侶原本是30滴血 加15 這是修道院的科技加15 可是傳教師他有什麼呢 他墊的品種 他從30變成50 50變成65 宛如阿茲的僧侶 而且是有帶刨術 我在早期看西班牙這個傳教師的打法 用的最好的人是塔頭 因為塔頭他很會玩西班牙 在這個很多選手裡面 塔頭的西班牙的傳教師 在比賽中 我有看過 那最近比類斯也在玩這一套 那他這個實力大為提升 有一部分我個人認為 有類斯最近因為黑森林傳戰局的關係 加上最近也有在練黑森林的關係 他打這個聖頭的 戰術 比以前強太多 他又進化了 芬蘭機器人又進化了 以前他是一個 穩扎穩達的打法 但是他現在有更多的戰術 更多的牌可以 去 擊敗對手 那比類斯這裏是職業點帝王 55村 點帝王 那勝率的打法其實 呃 有點像競技場 省了很多資源很快就點到這個帝王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這個二級木跟一級龍 呃 輪軸而已 那 妮可夫這邊是 12344個鷹類 86村4個鷹類 這邊控住附金石頭 附金在側 剩下這個主金石頭快沒了 這邊也在做騷擾 不過這邊的鷹類有做到相相當不錯的效果 家裡全部被封鎖 這很宛如就是 呃 保加利亞莊園 被這個 驢子警察 封鎖了這個 這是什麼犯罪現場嗎 你只要出去就有驢子 就很難往外發展 被關的緊緊 所以 尼可夫也出生旅 然後蓋城堡 但是這把他們上帝王的時間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 Velix有兩個寶 三核心 然後轉戳戳 雙方同一個 哦差了一秒而已哦 然後上帝王 嗯 其實尼可夫 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都打得不錯 他的選擇是用鷹類做防守 那 還是有機會 打贏這個 Velix的西班牙 畢竟這個村民術 是差了快一倍 經濟是 不成對比的 只要能夠解掉這個傳教師跟前置 當然是有機會 那這邊Velix點了印刷技術 點了這個神權正式 兩個寶對一個寶 然後這邊是一個高地寶 這邊Velix還有一些細微的操作 把這個巨頭拉到這個高地才來做輸出 真的是當隻機器人美名 沒有愧對這個美名 芬蘭機器人 很系統化的 盡量把這個輸出量化到最大 那這個城堡是處理不掉 這邊是三個修道院 但是這一盤尼可夫這三個修道院 目前是沒有做到任何事情 要開始轉戰了 這邊出來挖石頭 這邊有這個劍塔 但是劍塔蓋了又被招 很誇張 這個傳教師很誇張 這個傳教師很誇張 現在尼可夫被包包起來 護區也被受限 石頭也被受限 這個劍塔一插馬上又被招 好 那在高手投稿BBB的那一局有說 西班牙的修道院科技是全賣的 銀類也掉 頭車來了 這邊尼可夫有三級射 有彈道穴 戰毛是17隻 好這邊 看看有沒有機會 其實現在用戰毛去解這個傳教師 我覺得是最正確的解法 我知道每個人的解法不一樣 但我自己 看了好幾把的傳教師 我覺得 可以考慮 出戰毛 不要出肉 在尼可夫現在這個競技的情況下 出戰毛是最好的 不過在這個時間點可能已經聚聚了 因為他出了這個修道院沒有做事 還有一些 昨天看完這場的對戰內容之後 我一直深思 就是 到底這個傳教師 遇到了要怎麼打 很兇漢阿 那這邊是一個全滿的 驢子科技 都道院科技 老加利亞的生女完全是 沒辦法做對抗 然後就這樣子 眼睜睜的一步一步 看自己的家園被吞噬 只能拉船門上來 好 那這一盤篇講解 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一局 那我自己認為 西班牙這個文明對上西班牙 不管是他打西鎮還是打傳教師 呃 我們不能太濃 那如果第一波尼可夫在城堡時代 又 決定要打馬公的話 那他也上這個 馬舊的科技 用馬公去對抗這個傳教師 我覺得應該是還有得打 或者是用戰毛打消耗 然後把這個 彈道學點出來 去對抗這個傳教師 也有機會 那這一盤從 尼可夫去買石頭 插了四個銀類開始之後 他所有的村民優勢 經濟優勢都 還回去了 早知道 Velais跟尼可夫是同一個時間上來到帝王 比較可惜 那這邊是我覺得 算是一個選擇 有點像是保加利亞害的他的感覺 如果他今天是玩 強軍士文明 也許 不會被Velais的這一套打掛 那再來就是上帝王的這三個修道院 是完全沒有做事 如果把這個木材 改為射箭場 馬公加戰毛 對抗這個傳教師 我個人感覺還是有一戰的機會 大家可以看到如果傳教師去招這個戰毛 也頂多就是一個戰毛 但是戰毛可以很有效的去對抗到這個傳教師 肉馬的部分可能就比較難一點點 因為尼可夫他的經濟量 不夠的關係 當然也是可以出青奇兵 考慮出青奇兵 去打看看 只不過Velais他剛剛是有前置兩個寶 對非常難打 Velais他玩這個西班牙的傳教師 又昇華了 那當然他還有一場 我知道確定有一場 對上空給的西班牙傳教師打法 也非常精彩 如果有興趣的觀眾朋友們可以自己去找那個紀錄檔來看 再次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那這一場 威力加強版的西班牙傳教師打法 的影片就到這裡告段落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吧 我們下次見 by bwd6